香港普通家庭 逛一次元宵集市要花多少钱 今天我们准备去逛黄大仙的元宵集市 黄大仙也算是香港的一个景点吧 但是我居然还没去过呢 趁集市还没结束就去逛一逛 早上给他们烤点薯条 把网购的饮料放冰箱 这次买的是蹄子汁和芒果汁 爸爸又说要煮面 把剩下的饼和培根也都煎了 今天早餐长这样 吃完早餐洗个脸就出发了 从我家去黄大仙坐巴士最方便 车程得一个半小时 老大觉得我们这个旅游团太幼稚了 宁愿跟朋友打球 也不愿意跟我们出去玩了 我们老两口上车就睡着了 他们两小只一直在叽叽喳喳 终于到了 门口就有卖箱的 我买了一把大的20块 黄大仙进去是免费的 到了门口要先摸一摸这个狮子 沾沾他的好运 往前走 这里有很多菩萨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文曲心 拿了笔 先让老二摸一摸 再让老三摸一摸 虽然已经过了15 还是这么多人 把箱点燃 继续往前 门口有9条龙 这个圈里的 应该是最虔诚的那一群呢 上面挂了两排灯笼 先到主店 我把箱插了 再往前就到了观音店了 把箱插上 这里还有一面金墙 然后前面就到了第三柱箱了 旁边还有个孔道门 妹妹捐了10块钱 弟弟捐了50 这边是月老店 排队的人超级多 工作人员会给你一根红绳子 然后手指尾 手指尾 圈圈 圈圈 然后点准 按前面吧 我其实主要是来买福袋的 这两款一样一个 20块钱一个 前面就是出口了 这黄大线算是逛完了 出来继续摸一摸狮子 出来左手边就是急事了 挺热闹的 我看主要是卖一些手工作物和一些吃的 这个气球50一个 还好妹妹没看见 爸爸买了一包龙须糖22块 他喜欢这种怀旧小吃 让我感觉不好吃 我买了一包宁芝姜25块 里面长这样 不咋好吃 这个奶茶据说很好喝 18块一瓶 确实不错 跟我做的有的一拼呢 依然拿一杯爆米花 这个是免费的 爸爸又要吃这个糖葱饼 15块钱一个 就是北京烤鸭那种饼皮 里面包一堆椰丝花生砂糖之类的 我也不喜欢 最可爱的还是这个吹泡泡 我看了半天都没看懂 它有好几个颜色给你选 同时也有对应的这几个色的糖浆 这糖浆应该是热的 然后师傅把糖浆做成一个尖尖的形状 让你拿着吹 爸爸使出九牛二虎之力 吹出一个这样的来 拿着这个泡泡就可以得到一个奖品 如果泡泡有这个铁丝圈这么大的话 就可以拿到一个这种花朵的糖 我们尺寸没达到 最后就只拿了一个这样的糖 这个吹泡泡是20块 今天逛黄大仙一共花费246块